谁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汉奸 日本外务省公布了答案 名单显示 这个针对中国知识分子招聘计划 已开启了10年以上 累计聘请个人打93人 以及一个83年的小组 名单一出网上一片哗扬 这可是皇家官方验证 吃着日本狗粮的工资 我们来看看 这次工资都发表了哪些言论和著作 青年作诈掌某州 东京一年这本书 还不停地酸扬日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某 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腐败 南开大学教授某媒体首席评论人 宋某云 日本是中国的一位良药 律师 记者 段某青 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 这些年某些网民被公知 带节奏外屁股在日吹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这已是一场 埋伏了十年之久的舆论操控 只有日本是这么干的吗 不 大洋彼岸的灯塔国 在2021年竞争法案 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 美国每年都会投入3亿美元 打击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这些钱流向哪里呢 他们会把钱砸上所谓的NGO 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 呼吁中国人不要吃海鲜的博主 古月被扒是美国籍 经常砸大私货 抹黑中国的科普大V 回行政团队被扒 勾结境外反华势力 博主塞雷 还揭露了NGO主席 长期打着公益的幌子 买通国内大V 抹黑中国的事实 通过操控舆论来改变意识 他掩盖真相 美国是现在才这么干的吗 不 早在1945年二战后 美国就是这样对付苏联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 演讲了我们如何对付苏联 他说了这么两点 第一 我们将清洁所有 拿出所有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 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 让他们听我们的 二 人的脑子 人的意识是会变的 只要把脑子弄乱 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 改变人的诈集观念 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 经过偷换的诈集观念 最后 他们自我意识 将无可挽回地走上消亡 这就是著名的和平演变 思维主义国家的战略 当时美国在西欧 设立了两个大型广播电台 持续向苏联和东欧 传播西方思维的成就 生活和价值观 同时在苏联内部培养 和美国意识相同的人 找到所谓的同盟军 对西方思想 进行宣传的渗透 进一步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崩塌 在法国相隔70年统计的 你认为哪个国家对阿战击败 德国贡献最大的民调里 1945年 57%的人认为是苏联 美国只有20% 而到了2015年 美国飙升纪54% 苏联降到了23% 舆论渗透起到了很大的成效 谁掌握了媒体 谁就掌握了舆论 谁掌握了舆论 谁就掌握了真相 上文说的同盟军正等同用我们现在的公知 批判社会并不是他们真正目的 而是传播手段 社长分析了一下公知 在制造舆论的传播路径 先是利用国内一切突发事件带节奏 放大个体的悲剧 最终的舆论影像不是如何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而是第一时间至于这国种定问题 再通过大量水军和自媒体 潜移默化的把舆论往国人不好的内容上引导 造谣抹黑挑动对立 最近河南洪灾在朋友上跪舔德国的高知李某 以及那些海外老公知 我们要真相不要糊涂账 老调重谈的言论就是典型 尼克松常在《更传记不战而胜》中写道 当有一天遥远古老的中国 年前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时 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灯塔国没有想到 二十年过去了 公知在我们这里已经不香了 中国新代的精神启蒙 已不是这群在自备中构筑谱谣言梦境中不愿醒来的人 更不是收钱办事 拿言论自由做挡箭牌的知识分子 公知为什么会走上失败 觉醒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才是当代人的精神之光 关注我 看下集 得音